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Ossang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義大利的手工鞋長Stefano Beimer 他們家出的單扣孟克鞋 那這雙鞋子的製鞋結構 採用的是 Beimer他們家Bespoke的製作工具來完成的 簡單來說 就是完全手縫的 固特意鹽條製法 那首先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雙鞋子的鞋面設計 那這雙鞋的鞋面設計呢 在這個扣袋的部分呢 採用的是壓紋的牛皮來製作完成的 讓這雙鞋子看起來比較有層次感一些 那再來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呢 則是這雙單扣孟克鞋 它鞋面的皮革接縫啊 都是收在這個扣袋的下面喔 所以這整雙鞋子除了扣袋這裡的話 其他地方 你都看不到那個皮革接合的縫線喔 所以你看一下它的腳跟的部分呢 也沒有任何的縫線 是由一張皮來完成的喔 那這樣的做法呢 讓這雙鞋子看起來 整個線條非常的洗練 非常的簡潔喔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這雙鞋子的大底處理吧 那這雙鞋子的大底縫線呢 集中在這雙鞋子的前掌的部分喔 那在鞋身的中段呢 一直到腳跟的部位呢 這個大底的縫線呢 則是埋到了裡面去喔 那這種的製作方式啊 基本上它的製作難度啊 是比較高的喔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這雙鞋子的鞋底處理吧 那這雙鞋子的鞋底呢 採用的是長縫線的製作方式 鞋身的中段呢 並沒有採用一般Feedleback的製作方式 而是用了一種比較圓潤的處理 好 那再來呢 我們就再來看一下這雙鞋子的內部吧 好 那透過手電筒的照射呢 我們可以看得到這雙鞋子的鞋面的前面呢 有很多釘子的痕跡喔 那證明了呢 這雙鞋子採用的是Hand Lesting 手工成型的喔 最後呢 我們就再來欣賞一下這雙鞋子的製作細節吧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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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希望大家會喜歡